这个男人每天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因为他拥有一双恶魔之眼 一个眼神就能定住别人 他还能让别人不受控制的为自己做任何事 只要他来到银行里 所有人都会将钱全都装进他的书包 就连工作人员也不例外 尽管他不愁吃喝也不愁没钱花 但他的身体却由于频繁的使用超能力遭到了反噬 他控制的人数越多反噬的就越厉害 只见他仅仅才20岁就因为使用超能力失去了半条腿 每天只能依靠甲智才能行走 但他也乐在其中 因为即使失去了半条腿 他却忘记了一句话 那就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这天他在外面消费自己的超能力时 就遇到了一个特别的人 只见他眼前的所有人都被定在了原地 唯独一个卡车上的装卸工丝毫不受他的影响 仍然行动自如地搬运货物 阿越尝试对他再次使用超能力 可对方也只是被定住了几秒钟而已 看着眼前这个不受自己控制的人 阿越的心里很是不爽 因为他绝不允许世界上有不受他控制的人存在 为了好好教训他一顿 阿越直接控制一辆大火车 静止地朝他撞过去 好在事后 身为装卸工的小帅只是全身18处骨折 其他位置并无大碍 但奇怪的是短短三天时间过去 全身骨折的小帅就像个没事人一样能下地走路 原来小帅也拥有一项自愈的超能力 通俗来讲就是拥有一副不死之身 这个帅小伙意外被大火车撞飞 虽然这件事让他全身18处骨折 但三天后他却奇迹般的痊愈能下地走路 因为他拥有一种能快速治愈的超能力 通俗点说就是拥有不死之身 但他的这项能力很快就被拥有恶魔之眼的阿越发现 见到小帅被车撞飞后还能活蹦乱跳的 阿越瞬间意识到他的身份不一般 为了弄清什么情况 他二话不说就用恶魔之眼 定住了所有人闯进了小帅家中 看着小帅丝毫不受他的眼神控制 阿越瞬间感觉自己遇到了对手 就当小帅询问他是谁时 阿越直接控制他朋友对小帅发起了攻击 好在小帅身强体壮很快就将阿越按在了桌子上 就在小帅询问他到底来他家干什么事 一把刀子突然扎进了他的腰子 回过头才发现是妻子被阿越控制了 好在这点伤对小帅来说并不能造成致命的威胁 他直接一拳就将阿越打翻在地 就当两人再次扭打在一起时 阿越直接控制他的妻子将岳父从窗户推了下去 吓得小帅急忙跑到窗户边查看 怎料下一秒被控制的妻子就一个电击棒将他电晕 趁此情景阿越急忙逃离了案发现场 虽然事后小帅被警纪抬到了医院里 但刚来到医院他的伤口就自动痊愈了 而他的岳父就没那么幸运了 由于出血过多永远离开的人事 事后小帅急忙报警将这件事告诉了警方 怎料警方无论如何都不相信 世界上有人能用眼神杀人 没有办法小帅只好决定亲自去抓凶手 就在他想要离开这里时 两名警方突然走过来 对着他展开了一顿疯狂射击 原来阿越已经悄悄追到了警局 好在小帅身手敏捷并没有发生生命危险 慌张的阿越急忙离开了此地 但由于他的腿脚走路不方便 小帅很快就追了上来 见到此时已经无路可走 阿越只好决定和他拼死一搏 这个女人站到凳子上 缓缓举起刚出生的孩子 二话不说就抛了出去 好在这时一个男人 一个飞扑抱住了孩子 这个刚出生的孩子才平安无事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头顶上就有两个人丢下来一张影子 好在他一个转身轻松躲过 但就在他再次抬起头时 一个巨型花盆又从楼顶砸了下来 无奈之下 男人只好将手里的孩子 丢向一边默默扛下了一切 就在这时楼顶的人全都站了起来 仿佛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楼顶的女人发现 婴儿车里的孩子不见了 被吓得急忙大声呼喊 看着楼下传来哇哇大哭的声音 女人顾不得多想急忙冲上去 赶紧抱走了孩子 原来刚才楼顶上的人 全都被阿越的恶魔之眼给控制了 就当阿越以为被花盆砸中的小帅 已经死去了时 怎料他的手指突然莫名地动了一下 殊不知 小帅也同样拥有一项超能力 那就是拥有不死之身 很快小帅就平安无事地苏醒过来 而另一边过度使用超能力的阿越刚回到家 就突然发现家里面围满了警方 吓得他立即使用超能力控制住了所有人 来不及多想阿越急忙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没想到这事对讲机里传来声音 听到警方称他为怪物后 阿越的心里瞬间燃起怒火 直接控制房间内所有警方纷纷自我了断 很快阿越就接到了不死之身小帅的电话 想邀请他来一场终极对决 让人没想到的是 阿越却把位置约定在了一个剧院里 就当小帅来到剧院中时 一个个的观众突然都站起身来 嘴里还不停地说着 全都是他的错 还没等小帅反应过来 一个个人就开始不受控制地掉了下来 看着这群无辜的人至接连离开人时 气得小帅嗷嗷大叫 随后阿越又控制剩下的人 对小帅展开了疯狂攻击 好在小帅身强体壮很快就挣脱了束缚 祈求阿越能放过他的妻子 很快他的妻子就不受控制地 来到了一处危险的旋转楼梯上 只要阿越一个控制他的妻子 就会永远地离开他 就在这时小帅突然在一本书里 看到了阿越的名字 就当阿越听到小帅呼喊自己的名字后 瞬间吐了一口鲜血 紧接着就静止地掉到了旋转楼梯下 好在小帅上前及时抓住了他 原来阿越这几十年都没有听到过 有人喊他的名字 就连小时候也是被家人们叫成怪物 是小帅叫醒了迷失自我的阿越 故事的最后 阿越被不死之深的小帅成功救下 但他却永远失去了自由 因为阿越做的坏事实在是太多了 未来的日子只能蒙着眼睛艰难的度日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罪恶之人没有好结果 牛牛电影带你走进电影世界